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亲爱的朋友们大家好 我是主持人肖峰 欢迎来到环球聚焦的节目 我们在这个节目当中跟大家从国内国外 从政治到经济我们谈了很多 但是有一个东西我们一直没有谈到 那就是美国的基础建设 我想很多我们电视之前跟收集旁的朋友 都听到过一首歌叫做《北京的桥》 很多人都喜欢这首歌 这首歌也快知人口 北京人为它的桥非常的骄傲 但是我们洛杉矶人呢 我们加州人呢 我们美国人呢 对我们的桥是不是也是那么骄傲呢 今天呢 我们跟大家请来了一位专家 他就是我们洛杉矶县的资深的工程师徐少礼先生 他在我们南加州的桥 路方面 他是非常有权威性的 今天我们请一位专家来跟大家就聊一聊 我们每天开车和行走必然要经过的桥和路 到底他们安全不安全 首先我们感谢徐先生上的节目 谢谢你 好 谢谢 大家好 我叫许少礼 我是在那个County of Los Angeles 中文就叫洛杉矶郡市政工程局工作 我已经在那工作20年了 所以啊 一位非常资深的我们的交通的一个守护者 建设者和同时也是一位维护者 今天我们请他来呢 跟大家聊一聊我们南加州的桥和路 徐先生 其实呢 这个我们洛杉矶人 起码我们美国人 对我们美国的桥呢 没那么骄傲 根据美国的USA Today的这个报道 大概几年前的报道 他说九分之一的美国的桥 按照今天 按照施工的标准都该修了 而我们加州 我看到加州一篇报道也是说 我们加州比全国范围内更加的差一点 说五分之一的桥都该修 都该 政治该重建了 而且人们特别指出 说在我们南加州 110这条线上的桥特别应该修了 我就不知道 这是危言耸听呢 还真的是一个现实情况 首先呢 我要这么讲 告诉大家 至少在整个这个洛杉矶 大洛杉矶地区来讲 桥呢 是安全的 大家不用担心说呀 我这个桥有什么危险 安全是没有问题的 好 那刚才这个肖先生也谈到说 这很多数字五分之一啊 什么多少分之一都好 桥要维修 这个实际情况呢 确实存在 可能实际上来讲 比你这五分之一的数字可能更要高 甚至我可以说大概有一半以上的桥梁都需要进行维修 它是因为过了它的桥梁寿命的设计期呢 还是说桥梁本身已经出现问题了 我可以 很多方面了 有些呢 是桥梁本身有些个该修补的地方 另外还一个什么原因呢 因为你知道美国人造桥已经很多桥已经造了快就七八十年 一百年了 我们很多桥都二战和二战以前盖的 对 但是呢 因为是这样 当初呢 我们你知道叫设计规范 以前造桥是用旧的规范 那现在呢 都用新规范了 那你用新规范来看旧的肯定就不合格了 对 这倒是 就跟我们现在看 现在盖房子地震要求多少集 以前盖房就没这个要求 对了 类似 类似 可以类比吧 类比是这样 所以要说要说维修 我们确确实是很多桥需要维修 但是从安全角度讲 就是说我们所谓的安全角度讲 就说这个桥你在上面开车走路不会垮掉 这个大家是有保证的 因为我现在主要就是负责 正好负责桥梁 整个洛杉矶这个桥梁的所有安全检查和维修 我正好就负责这个东西 您是我们桥梁的医生 所以就说 虽然我们现在桥梁 因为是这样 你想想它盖的时候 全洛杉矶才多少辆车 交通的频繁度才有多大 咱还不谈意外的情况 地震其他情况这还不说 仅仅是这些车辆的增加和车载重的增加 其实对桥的寿命 也许它过去涉及一百年的寿命 恐怕在没有任何破坏的情况下 这寿命恐怕也会有所缩短 桥梁寿命 如果现在我们盖桥 按照现在的标准 我们先不谈地震的问题 就是按照一般桥梁寿命 有没有一个寿命的概念 或者说用就好了 不出问题就好了 一般来讲 它就跟房子一样 其实房子大家都在住 如果是住在帕萨地纳什么的 你去看 很多房子已经有100年 对了 现在我们有造新的房子 有的房子50年60年也造很多房 其实并不是说这个房子一到100年了 怎么着 寿命到了 一定要拆掉 没有这个规定 没有硬性的规定 说这个房子到年头一定要拆 就像中国在北京有故宫 对不对 谁说故宫都多少年了 三四百年了 能说一定就拆了 四五百年了 所以没有说规定 说一定要拆 但是造房子 而且就造房子一样 所以说造桥也是一样 造桥我们加州洛杉矶 很多都是钢筋混凝土的桥 其实有一个东西 大家不知道知道不知道 钢筋混凝土这个东西 是时间越久 它反而强度在不断增加的 对 这倒是超出我们的common sense 对 一般人可能不太清楚这个事情 对 所以强度增加 所以应该问题不大 但是我们维修 这就是怎么来做了 所以在洛杉矶 我们都有规定的 一般的桥梁 每两年 我们要出去检查一次 检查桥梁 基本上大部分是没两年 如果新桥的话 我们可以把它变成 什么四年六年 检查一次都可以 但是如果是微桥 比如说我们认为 不是有问题的桥 也许缩短到一年 甚至六个月 我们都会去检查一次 也许说桥梁 当然以前的桥梁建筑跟现在桥梁一个是标准不同 而且现在的用的材料也恐怕也有一些多多少少也有一些不同 没错 就跟我们加州 当然加州的房子问题 大家有另外一个argue 就是争议 就是说以前用的木材都是好木材 现在的木材恐怕没有过去好 这个我们无法用绝对类比来谈桥和房子 但是从桥来讲 我们也看到其实我们在比较繁忙的几条高速公路 包括101 包括10号 405 这些经常看到大家在桥的每天 高速公路的桥 这些桥也是归于我们地方吗 还是归于我们这个道路的管理局 他们自己来做这些东西呢 是这样的情况 在美国都讲叫做你的行政区 行政区 我给大家稍微介绍一下在洛杉矶 基本上就是一个叫做州的行政区 就是你一般的开的高速公路那种的 那种地方它就是属于州政府的 叫Caltrans 像5号高速路上的桥 属于州政府的 对 那种桥一般就州政府来管了 OK 接下来底下就是LA County County就是属于郡政府 所以郡也很大 洛杉矶很大 我们洛杉矶非常大 对 然后呢 还有一个半个区域就是市政府 接下来就是市 市政府呢 比如说很多City 你们这个叫叫什么City 叫Vescovina Vescovina 对 Vescovina在你们这个区里面也有桥 对 但是呢 现在这样 你们的桥是归我归County管的 归County管的 对 因为所以County基本上把所有City里的桥呢 市里面的桥都归County管了 因为它市里面可能就说没有这么多人员资历 那个 它也没有这么这么多的这种专业的工程人员 对 所以呢 现在洛杉矶桥基本要么就是州政府管 要么就是我们军政府来管了 你说现在的桥在地方来讲 联邦政府是不管了 联邦也不能说不管 不归的 它出钱 对 联邦出钱 但是它维修这个检查不归它管了 对 也就是说从目前看 当然我们的好消息就是说 徐先生带给我们 我们洛杉矶虽然很多桥也许是有点老了 也许过了一定的时间 也许他们有必要被再次维修 但是安全性从目前看是没有问题的 可以这么讲 对 但是也有一个问题 比如像就像我在这个节目之前跟您谈到 像在郎比赛在我们码头 因为码头大家都知道 码头的桥用的不仅仅是频繁问题 最主要全是那种大型的超重的那种卡车 那种 而且你要去过郎比赛 你看看郎比赛那桥是个大弧形 而且又高又大 而且说像类似这种载重量 或者说交通密度比较高的桥 是不是属于比较重点的监管地方 或者说他们的相对来讲 他们的安全性的把关会更严格一点 你说的是对的 没错 你刚才那个桥的名字叫Gerald Desmo Gerald Desmo 在我们Long Beach 在Long Beach City of Long Beach 对 叫长滩 它这个桥确实很重要 因为洛杉矶所有码头集装箱这些船 统统大部分都在那个地方 对 那个桥每天不知道有多少大货车 而且超重的卡车都是 对 我还亲自在那桥走过 一般人还不太有这个机会在那桥走 因为我们要检查桥 我们还去走 那个桥你要走过去 那个桥一直在动 上下跳动的 所以一般人可能想象不到 你看那桥很稳 对不对 但你要在上面走 你就知道是跳起来的 那个桥危险不危险 确实危险 对不对 但是 但是好消息在哪 在如果你有机会去那个桥开过去 走那个桥的时候 在它旁边 我们正在造一条新桥 造一条新桥几个原因了 一个是因为旧桥就说是功能跟不上了 对不对 在一个旧桥比较矮 以后下面大的集装箱船过不去 我们现在造一个新桥要比它高出30尺 对 所以即将来的话 将来洛杉矶码头长滩的码头也要扩建 所以大船都可以开进来了 原计大概应该是说在2020年应该完全竣工 那个新桥 所以我们因为有很多朋友 你要去过长滩市 然后避之话 你会看到那个桥 确实开过去也蛮有意思的 但是这些桥不仅仅有一个安全问题 它还有一个公众性问题 一旦桥进行维修的时候 确实让很多的我们的交通生活 会带来很多的不便 时间关系我们先休息一下 刚刚你说的造桥了 建新桥 我不知道我们洛杉矶这些桥会有多大的费用 我在西雅图住了十年 我们西雅图很讨厌 我们住在西雅图东面 和当趟城里之间隔了一个巨大的湖 叫做华盛顿湖 这个Washington Lake 就是微软 微软要进到洛杉矶西雅图去就必须要走上 那个桥是个浮桥 他说因为水太深了 他说打不了桩 他又不愿意做那种悬索 说成本太高 是一个浮桥就像一个大洋灰板就搭在桥面上 我开车过桥的时候 你真的风大的时候 你都会晃 现在因为是两个桥 另外一个桥也是线太少 功能性差了 他准备盖一个新桥 盖一个新桥 头一期的预算成本 我如果没记错的话 我们那个叫King County 他们拿出了预算成本 第一期的预算成本 五亿美金 他说这还不是说全部成本 他说只是第一期的成本 而且他说需要若干点才能完成 想请教你 现在我们总统Donald Trump 真的是一位爱民的好总统 他提出了要美国搞技术建设了 这是我来美国这么多年 第一位美国总统公开提出来说 该搞技术建设了 盖一个桥的成本有多少 比如说就拿Long Beach这个桥来说 OK 造桥 我觉得桥可能大家比较陌生 用房子来讲大家都比较熟悉 大家比较熟悉了 造房子的话 一般人在洛杉矶 如果你有一个经验的话 你会知道 从成本到人工 大概造一个房 一平方尺 一平方尺大概美金应该在150块钱左右 如果你要做豪宅的话可以到200了 豪宅 咱们不讲豪宅了 OK 我们造桥 桥的话来讲 我们也是大概也有这么一个东西 也是按平方尺来算 我们一般来讲 平方尺的话大概在600美金左右 可以造一个桥了 但桥的面积很大 那是 对啊 桥你想它包括主桥 还有包括引桥 对不对 通通都要算了 所以大概的概念 就是我们算600块钱一平方尺来算 就比较有概念了 那就说是我们盖房子的4倍到5倍的一个成本 对 差不多是这样 当然这里是安全问题 还是说真的是建造的 我们知道 我想很多来自中国大陆的朋友 大家都知道 现在中国建桥已经成为世界第一了 它不仅仅是盖的是速度快 而且你看这桥啊 有点掩韵 30公里在海上 这桥想想都掩韵 建桥 好像在中国看来 好像挺容易一件事 可是我们美国呢 有时候我们就修一个高速公路的RAM 有时候都要花个一年半载的时间 是我们太过于认真 还是说我们真的是投入的人力财力不集中 问题是这样的 其实呢 中国我也看了 中国像上海 比如说 对啊 你看上海的那个那个到你哪 那个那个阳山的大桥 20公里长 那两年就干完了 这个其实主要问题在哪呢 这不是说美国的什么设备不限制 也不是说美国的工人技术水平不高 都不是 关键问题是环境保护问题 对 环保问题 比如说我们经常就说 如果你有时间的话 光这个环保问题 我就能跟你谈很久 为什么呢 盖桥也有环保问题 对 我给你讲一个简单 那那简单你说哎呀 桥比如说老老旧了 要是造新的把它拆了 换新桥了 这个东西从设计方案 有人提出这个想法 到你真正这个桥能造起来 在中国也许一年两年就搞定了 在美国你没有个五年七年是搞不下来了 为什么 就是环保的问题 怎么讲呢 我现在把桥拆了 这个桥不是说你随便可以拆的 对不对 这桥底下 如果有水的话 可能有哪一种鱼在那生存的 我都知道 然后呢 另外这个桥底下可能经常会有 比如说哪些鸟类啦什么的 在那搭个窝 好了 那他一搭窝 你把桥拆了 他住哪去啊 对不对 而且呢 光这个环境评估 我们就说那个 biology 这种生物的 对这些人 他要去检查这个桥看能不能拆 他去看 看看水里头有没有鱼 看看你桥底下有没有鸟类在那栖息 好了 他看不是说我去一天有没有 不是这么简单的 他要去经常一段时间 这个礼拜去 过一个月 他再去一次看看 因为这个鱼并不一定每天都在那儿 鸟不是每天在那儿的 对不对 好 鱼可能还好看 说有没有鱼苗什么的动一动你就知道了 鸟我们发现过这个问题 有鸟窝在那儿 但是呢 当没看见鸟 鸟不在 只有鸟窝在 那可能若干年前搭着鸟窝了 对了 那你怎么能保证 他过两天 也许是早上飞出去 晚上飞回来 对不对 好了 就为这个 他要来检查好几个月 来换 保护鸟 保护鱼 所以呢 就是环保的成本非常高 环保成本花时间 光这个环保评估 有的时候就要两三年的时间 我现在能理解 为什么我们总统入主白宫 第一个礼拜就下了一条行政命令 说以后重大工程和能源开采 要大幅降低环保的评估标准 是这样 看来我们总统真的不是为了个人牟练 看来这我们工资人员真的很辛苦 因为他的川普总统他本身就是一个商人 对 而且他是建筑商人 对 他所以他可能就是知道我们这个环保这个系统 肯定的 他要再 如果他在纽洁西盖个楼 恐怕环保问题少不了 对 恐怕他也得找他一大堆的事 但是我不认为是他出于个人利益了 我是觉得就是说 有一点可以肯定 这一点其实我也跟洛杉矶 包括加州环保署的人也曾采访上过节目 我们洛杉矶的环保署是全美国不算是最严苛的吧 也是非常高的标准 我记得我们州长 这个现在的州长Jerry Brown说过一句话 他说我们加州地区是页岩油开采的 这个最合适的地区 说只要允许我们页岩油开采 我们州政府这点债务马上就可以还清 可就这么多年了 人家其他州都开的已经不以乐乎了 我们加州一口井都没让他 就是我们环保署给搞的 是不是过于 我不能去责备环保的人 我意思就是说 这种标准就从您的工程来看 比如是一个鸟窝 比如是两条鱼 真的是有那么严苛吗 情况是这样 环保确实需要 对 因为总得要有人监督 不可能说你没有人监督 当然破坏环境 对子孙后代不好 那是 所以现在就是说很难讲 说到底一个分寸问题 对不对 是有的时候 我们也跟环保的人去争论 我说你说你不让我修桥 万一这个桥塌了 到底是人的生命重要 还是这个鱼的生命重要 而且针塌的话鱼也没命了 是这么回事 所以他们也是照章办事 我们大家我们整天打交道 大家互相理解 只能采取这个目前 当然我们并不是说环保署的朋友们做的不对 我们意思是说美国环保的标准要求是稍微高了一点 特别是对大家一些重大工程 特别是有些工程是属于民生和大家必须急需的 当然了我们现在总统已经下令了 但是他这个令能怎么样 因为毕竟他管不了我们加州环保署 加州环保署该怎么执行还怎么执行 总统也不能过来说你要怎么样 但是了桥还是回到桥 其实我们现在看除了成高成本建桥之外 我们也特别注意到尤其是高速公路上的桥 因为高速公路的桥呢 比一般的我们平常平民行走的桥 相对来讲使用更频繁 而且他们的这个被破坏 或者说他们承受破坏能力要更高一点 我也特别注意到像405啊101啊 甚至包括10号像这种非常繁忙的辅助位 修一个桥要那么长的时间 还要花那么大的成本 可是不要忘了 你总不能说我在10号辅助位修个桥 我然后再造一个平行10号辅助位的路 怎么兼顾人们的生活便利 和我们的桥梁的必须的维修 你这个问题提得很好啊 我们现在确实有办法来做 那是吧 对 那具体怎么做呢 大家也知道 平常人白天出门 晚上人少 那交通流量也少 那我们尽量呢 就是把有些工作维修呢 安排在晚上 对 到经常是这样 我看我们工程 地方工程也是这么干 对 所以安排在晚上 那另外呢 还有一个办法呢 修桥呢 我们不是把整个桥封起来 就是一半一半的 一半一半 比如说其中一条线 一个或者一个方向堵一堵 然后呢 晚上来做 所以这个还是 其实经常我们 实际上我们有这个施工队 其实是没有停的 他们一直都是在工作 都是在工作 所以有时候我们经常看到一个sign 你的taxpare's money is working at work 告诉你说你的钱不是白交的 都是花在了你的衣食住行上了 所以这点啊 当然了我们也看到一些非常极端的例子 这前大概去年吧 北京在北京的商业区要换一个立交桥 一个晚上就换完了 他就是造好了所有东西 然后那天晚上把四面一封 然后这个 这个这个我 我是搞不懂他怎么做的了 他就说 是不是说现在有很多高科技的东西 可以让我们在既不影响我们出行 又同时保证我们桥梁可以同时被替换 现在是这样啊 桥梁的话呢 替换我们也有叫做 整个就是建造一个新桥 把旧桥整个完全拆掉 完全拆掉建新桥 你所说的什么 在旁边造一个平行的桥 我们一般不需要 对 为什么 这成本太高了 不是成本高的问题 再一个也没确实没必要 为什么呢 洛杉矶咱们今天谈洛杉矶 它周围我们叫detour detour的话就是绕行 绕行的话 你稍微绕一绕 桥还是蛮多的洛杉矶 所以只是稍微不方便 可能造个十分钟 多绕十分钟就过去了 所以这个问题倒不大 我们可以把桥切断 完全造一个新桥 没有问题 但是呢 你跟那个刚才说 Jerodecmo 那个就没办法 没有detour了 没有了 对它只能旁边造一个新桥了 所以桥梁的问题是一个非常复杂的问题 当然我们还是这样 告诉大家说 您放心开车 洛杉矶的桥 由我们的工程师为您保驾护航 该需要换 该需要修 该需要做什么 他们都会定时定点 为大家做 时间关系 我们休息一下 请不吝点赞 请不吝点赞